那我们今天呢 很高兴呢 是这个 是这个庄长老 是我们的同工呢 刘磊姐妹的先生 感谢主啊 这个刘磊姐妹 这个动员力强 能够把先生拱出来 这才是厉害的 那他们两个男生呢 都大了 我认识老大呢 现在已经在工作了 Daniel每天常常 他也都参加我们的 每日的读经啊 也帮忙我很多 所以我已经 享用到他们这个 home school出来的成果 特别有两个男生呢 他们也算是比较前辈吧 早期在做的 孩子都大了 小的 有大学快毕业了 六月大学毕业 所以呢 我们相信他们有很多 经验可以来 给我们分享 特别是从爸爸这边的角度 好 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庄长老 谢谢郑布施 谢谢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与大家有一些分享 刚才郑布施也介绍了 我们家呢 大的已经工作了 去年研究生毕业了 然后呢 老二呢 今年年底毕业吧 但是他六月份 会有一个毕业典礼 我们应该 我们准备去参加他毕业典礼 但实际上他要到 可能要再上一个学期 到十二月底毕业 所以他们呢 就是说我们总共是 home school了 就是在家教育了十三年 在家教育十三年 要说这个十几年的在家教育吧 就是说要谈到经验的话 就是说 虽然我参与的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 但是呢 当我们结束了home school以后呢 因为我的老二是2020年上了大学 所以说呢 我们home school已经结束了 等于说四年了 但这几年来呢 就说 当我们结束了home school以后呢 然后我在回头来看这个过程 就是说 实际上感觉更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 有时候我们在看 我们就是经过这些东西 我们我们有什么 得到什么东西 有收获有什么收获 实际上在这几年来 我回头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home school的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就是说感觉呢 更重要的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经历到神 就是我们经历到 神的同在 我们从神那里呢 得到了这个恩典和祝福 同时呢 就是说这个过程呢 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呢 就是说 我们从神那里 所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呢 当我们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 我们的生命呢 也在往前进了一步 就是说 所以说呢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 我这个重点呢 会在这个方面就是说 当然了以后有机会的话 大家如果在 具体的home school上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如果我能帮忙的话 我肯定会尽力帮忙 在今天的重点呢 我会在 就是讲到在这个home school过程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 怎么样去 从神领受 这个恩典和祝福 在我开始前 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 你通过在家教育 通过home school 让我们能够 联在一起 让我们也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经历你的大能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 今天晚上聚会 能够荣耀你 让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的打扣 就耶稣基督神明求 阿们 所以说今天我的题目呢 就是说大家可能也看到 就是他的恩典是 够我们用的 这句经文呢 我想大家一度比较熟悉 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9节呢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我刚才讲到 我们在家教育呢 总共13年的时间 然后老大呢 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 到高中毕业 小学三年级大概是2007年 2007年 然后呢 他高中毕业 然后老二呢 就是说 他上了大概两年的幼儿园吧 然后就直接就开始home school了 然后他已经上了高中毕业 到2020年 他去上大学 就是说 最初呢 我自己呢 并没有 在家教育这个想法 就是说 也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呢 当我们的孩子到了这个 上幼儿园 或者上学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不想上美国的公立学校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公立学校太乱 那你说 二十年前 二十几年前 公立学校到底有多乱呢 实际上我自己 没有做过研究 当然就是一种感觉 所以说呢 我就说 那我 我不上公立学校 就是说 那当时的 不上公立学校的话 那我又没有这个 在家教育这个概念的话 就是说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说呢 就 那我们就送到 基督教的学校吧 所以说他们两个在 在 Homeschool之前呢 是一直在 基督教的 有两个学校吧 幼儿园和小学 他们在那边上学 就是说 然后呢 Homeschool 在家教育 这个 这个想法呢 是我 太太先提出来的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他比我来的早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呢 他参加过一个 基督教机构组织的一个旅游活动 就是当时他们在 在 Florida 但是他们去 好像去华盛顿旅游吧 我记不太清楚去什么地方了 就是说 然后他们这个旅游活动呢 他们住呢 是住在 就是一路上呢 是住在一些 就是基督徒的家里面 就是说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在一些家庭里面呢 就碰到了 在家教育这种情况 就是他们一些 Hospamily的话 他们有些是在家教育 就是说 就是对我们这种背景的人来说呢 小孩子不去学校上学呢 好像比较 比较难以理解 就是说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在家教育这个种子呢 就已经 洒下来了 就是说 我刚才讲到 我没有想过Homeschool 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当我太太第一次提出来 我们要不要Homeschool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 想都没想 我说不要不要 就是当时也没有说考虑到Homeschool 没有想那么远了 就是说也没有考虑到 呃在家教育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上当时的想法就很简单 就是说 就是说我说这个 我们说英文都带口音的 来美国那么晚 要上大学 然后来美国的带口音的 我不想在这边两个孩子在这边出生 到时候说英文 呃说的跟我们一样带口音的 就是说 对啊 我就说这个是一个 当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我说那不行不行 我们说我们不能交 我们交了以后 他到时候跟我们说话一样 麻烦了呢就是 所以说呢当时就就很快就我就觉得我不同意 我说那算了 现在再说吧 然后就这一下就往后 Homeschool开始的时间就往后推了不少 就是说 推了大概呃 两年的时间就是说 就是从开始我太太第一次开始提出来要Homeschool 要再加教育的话 然后到我们这种开始 中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就是说 那为什么两年后我就同意了呢 就是说 我并不是两年的时间呢 把我刚才那个那个concern呢 就是说英语有口音 不是说这个顾虑就想通了 就是说 那还是想不通 对吧 不是说这个想通了 而是说呢 他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说来促使我呢再次来思考呢 在家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说 然后呢就就决定了 要不然就我们就试一试就是 我们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就是说 我们生命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就是 当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并没有考虑了很多东西就是说 但是很多时候是经历过以后呢 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神的工作 我们会看到呢 神在看顾我们 神的手在扶持我们 然后呢 是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出符合神心意的决定 我是98年信的主 我97年来美国 98年信的主 当然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也一样 但是呢 这个老我呢 在我的里边呢 实际上都一样 在每个人里边都是根深蒂固的 就是说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条路呢 就是说 小学 对吧 小学基本上 那个时候了 还是就近了 就是说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选择 反正就近上学 然后小学完了以后呢 因为重点初中 重点高中 重点大学 对吧 这是能不能上是一回事了 但是最起码这是我们 这一条路的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一条路来奋斗下来的 对吧 当年上大学呢 现在不知道了 当年上大学 当时我们一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确实是 确实不容易就是说 现在呢 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呢 那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期望值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值呢 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背景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对他的期望值呢 就最起码 你也得达到我当年所达到的高度吧 这最起码的 这是最低的最低的期望值 那可能我每位父母都希望孩子呢 就是可以 就是说怎么讲 清除以来而胜于来 超过我们 如果能进入疼孝的话 那可能就是最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初 这就是最起码是我当初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 所以说 我说这个老我呢 是在我们的根里边就是说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呢 就会把围绕这样一个固有的想法呢 来做出我们的判断 和我们的决定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呢 我们对神的话语呢 对圣经的了解呢 和理解呢 显然还是 有很多缺乏 就是说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对神的信心呢 处于一个萌芽的阶段 我们信 我们受起是因为我们的信 但是当我们信住以后 那个信心呢 是非常的小 所以在当时的这种状态下 即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但是要行出来 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说 所以当时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的老我 还在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成为 基督徒以后 我们的信心呢 是一个 初期的阶段 就是说 就是出于 我们说是一个属于的婴孩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当我们这个人 出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就是说 然后我们来考虑 在家教育 这样一个可行性 因为当时对我们来讲 现在实际上也是一样 就是说 在家教育 是影响这个一个孩子 影响我们的孩子 一生的一个决定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你好像无所谓的事情 对吧 当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事 实际上就影响了孩子一生 这个决定是真的非常 对 虽然我们生命又不在那个地方 会说呢 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没法没办法避免的 我刚才讲到当我太太第一次提出来的话 我就说那那不行 我不能让他有口音 讲英文不能要口音 就说这个理由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当的理由 就从 是一个非常的正当的理由 但是呢 它是从一个属实的观点 来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我感谢神呢 就是说 神是眷顾我们 他看中 我们那个萌芽阶段 那个信息 就是很小的信息 也是神所看中 因为当时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 因为我九百年信祖 然后 第一次提到这个 Homes古代是2005年左右吧 就是说 在当时那个状态的话 就是圣经的教导呢 我们也很缺乏 就是说 我们也 对我来讲 我并不明白 圣经的教导 就是说 要让我们培养 敬前的下一代 对吧 这是圣经上所讲到 就是真言22章6节 他讲到 就是说 讲到什么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就是这个教导 对一个刚信主几年的 一个基督徒来讲 可能我们并不明白 但是神呢 看重 我们那个小的信心 他看重 我们想让孩子 远离世俗 因为我不希望 我孩子上公立学校 我希望他远离 那个环境 所以说 神看重 我们这一点点的信心 我不愿意他 上公立学校 我让他 我希望他远离世俗 然后呢 我把他送到基督化的 基督教的学校里 去接受 基督化教育 神看重我们这个信 所以在第一次 提到 Homeschool 到我们正式开始 大概两天的时间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说不是说 我把这个口音 这个这个顾虑 给想通了 我并不是这样 像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神一直在预备我们 我太太非常清楚 基督化 在家教育呢 是神对他的呼召 而不是只是 简简单单的 去做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知道 我们有神的呼召的时候 那我们做事情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我太太这方面的话 就是说 他有很清楚的神的呼召 然后呢 在我这边呢 就是说 神也帮助我 通过我在教会的服事 通过牧师的教导 通过弟兄姊妹的陪伴 就是让我那个信心呢 也开始慢慢慢慢的成长 就是说 我刚才讲 刚信的时候 信心非常小 对吧 但是这两年的时间呢 就是说 神也帮助我 让我的信心呢 能够慢慢的成长 所以说 过了两年以后呢 当我再次来思考 在家教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说 那我就会 或者学习更多的 从属灵的角度来思考 然后呢 学习呢 依靠神 这个功课 所以两年的时间呢 神在预备我们 然后他的恩典呢 也源源不断的 进入到我们的家里 从我个人来讲 从我的性格上来讲 我是一个 就是面对问题 我会考虑非常多的一个人 我太太说我呢 有时候说我 她说 你还没往前走一步呢 你后面两到三步的退路 你都想好 也确实是这样 我考虑的非常多 但是现在我知道呢 就是说 我们最终 能够做一个决定 愿意 走在家教育这条路 不是我把所有的东西 都想明白 不是说 我把所有的退路都想好 而是神呢 在预备我们的过程中呢 让我们看到 他的信实 然后呢 我们愿意把这件事情呢 交在神的手里 不是靠我们自己 是靠着神的恩典呢 然后哆哆嗦嗦呢 就就开始 就走出了这一步 就是做出在家教育这个决定呢 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讲呢 都非常困难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了 或像我们已经结束了 当我们在回想 我们如何开始的时候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人 但是我想绝大部分人 都觉得很困难 但是当我们开始以后呢 没有变得容易 而是困难 真正的开始 我们要面对 很多问题 比如说 如果选课 选用什么样的教材 孩子的社交活动 刚刚那位姊妹也谈到 孩子的社交活动 如何安排 孩子功课不好了怎么办 如何准备考大学 如何选学校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 如果我们送到学校的话 很多事情我们不需要去考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 很多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考 而且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呢曾经有一次呢 我跟我们教会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呢 在谈到这个在家教育这个话题 因为他们的孩子现在很小 他们的孩子大概 还没有上小学 然后呢我们就 谈到这个在家教育的话题 就是说 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他就问我 那你觉得在家教育 会碰到 哪些难处 就是说 那我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呢 都是挺难解决的 在我的记忆中呢 我们自己在家教育的时候呢 碰到一个难题呢 就是在老大刚上高中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在美国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小学和初中呢 你随便学学就好了 但一旦进入高中呢 就需要好好学 所以当我老大刚开始进入高中的时候呢 我就 告诉我太太 我说你要有一个详细的高中四年的计划 就是说 我说不能再像以前那个小学初中的时候 就是 感觉就在混日子你知道吗 就是很很随意那种 就是说 我说现在不行了 我说现在上高中了 这个这个现在 你要有一个要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 因为高中还是 就是因为每个地方 每个每个 Conte的话 他会有一些 有一些高中课程的requirement 有些要求 就是我说 那你要有个计划 就是说 然后呢 我要 我要看到这个计划 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这就是说 对我们两个人 来说呢 这就是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熟悉 公立学校 他要学什么 我们也不熟悉这个 就是说 Conte 他对这个高中的要求 是什么 就是说 所以说呢 那对我们来讲 这就是一个难题 就是说 我拿这个做一个例子 就是类似的难处呢 就是在我们十几年的 在家教育的过程中呢 出现了不少 但是当 这对年轻的夫妇呢 他们在问我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 那你觉得 Homeschool会有什么难处 然后我就告诉他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神在 当我们接受Homeschool呢 就是说 神给我这段时间呢 让我能够安静下来呢 来常常的回想 我们Homeschool的过程 就是说 然后神呢 给我这个答案 就是说 然后我就告诉 对年轻的夫妇 我就告诉他们 就是说 难处很多 但真正的难处呢 是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呢 在这个在家教育这条路上呢 能够走下去 能把这条路给走 能够为神培养敬天的下一代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我前面谈到呢 我们开始在家教育呢 初衷是好的 就是不想让孩子受到世俗的影响 愿意他们呢 接受这个基督化的教育 然后神也 看重 我们这个微小的信息 在这十年的在家教育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信心呢 在慢慢的成长 但是诱惑呢 从来没有远离我 我想大家都一样 你肯定也会常常听到身边的人谈论 哦 谁家的孩子上了哈佛 谁家的孩子上了 MIT 上了麻省 实际上 每次听到这样的谈论呢 都会重新呢 在我们内心深处呢 搅动一下 可能只是一刹那的事情 我们说这个名校情节呢 时不时呢 会让我们失去内心的评论 会让我们怀疑呢 在家教育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还记得我们家老二上该上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还带他去看过我们附近的一所 高中就这所高中的是大家公认的就是都想去上的 一所一所就是一所高中就是说 我们专门去看过就是说 所以面对这样的诱惑 你是不是会更难去做一个选择 我们老大呢 他在本科的时候呢 上的是一所基督教大学 Bob Jones University 然后呢 选择上这所大学呢 应该是我们所面对过的最大的难处 就是说最大的难处 他当时报学校以后呢 最后是 就是二选一 两所学校呢 选一所 当然一所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基督教大学 Bob Jones University 然后另外一所呢 是一所公立大学 然后呢 现在的话 大家号称是公立的长青藤 长春藤 然后我们也去参观了这两所学校 就是说 从学校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呢 教学环境来比呢 很显然有着巨大的区别 就是说 因为我本人是学工程 然后我老大呢 他当时也要学工程 所以当我们去 毕竟就参观的时候呢 我们去到了他的工程系的这个实验室 所以工程的话 你如果你是学工程 你会知道 他有很多的实验要做 就是说 所以我们就到实验室去看一看 然后呢 当我看到那些 他们做实验那些仪器 然后呢 做实验那些用的材料的话呢 真的真的非常的陈旧 就是说 就是说已经被工业界淘汰了 都不是几年的时间了 可能一二十年都有 就是已经没有人用那种东西了 他们还在用就是说 然后另外呢 我就告诉我们老大 我说将来找工作 你毕业以后要找工作 对吧 你找工作的时候 我说 可能啊 99%的公司呢 都会选择 从这所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毕业优势是什么学校 就是说 现在我还会碰到这种情况 我跟我同事有时候 或者碰到一些人在 在谈论谈这个时候 我说我儿子去 去Bob Jones 他说Bob Jones 什么学校 所以说呢 当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那我们就在这两所学校之间呢 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在面对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 你会觉得很困难吗 当然选学校的时候 我肯定要考虑这个 属灵的事情就是说 对吧 然后呢 我还那时候 告诉我们家老大 我说 如果你去这所公立学校 公立这种公立大学 我可以帮你 找一个好的教会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好的产品板 因为那个附近的教会 我比较熟 就是说 我说我可以 我可以把这些一切东西 给你安排好 就是说 可能这也是实际上 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 去公立大学 然后找一个好的教会 好一个好的产品板 然后这件事情过后呢 我再来想 就是说 实际上我这样的想法 不是在安慰他 是在安慰我自己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我是在实际 是在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呢 从而可以选择 这所公立大学 这个出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呢 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 当时就觉得 上了Bob Jones University 就就 好像就没有一点前途了 就是说 但是后来呢 是我老大自己呢 他选择去了 BJU 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对我自己的生命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说 对我太太也是一样 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 非常巨大的 就首先呢 是靠着神的恩典呢 在心心上 迈出了这坚实的一步 就是说 像当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很清楚神的心意 就是说 他的心意已经向我们 明明白白的显示出来 就是说 就是要 去 这所基督教大学 因为是他预备 就是 但是呢 我们没有信心去行出 我们所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所想到的 都是从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讲呢 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说 你上学的话就是说 为什么是讲负面的东西呢 因为觉得去了Bob Jones以后 找工作找不到 学校的教学环境也不好 你爸这样也很小 总共两千多学生 然后他那个 building呢 就是说 比如说实验室不好 他building 他那个engineering 那个建筑物呢 是个很小的一个building 就是说 所以当我们考虑的东西 我们考虑都是这种 负面的东西 就是 但是呢 神就借着 我们家老大 他自己的选择 因为最后是他自己说 我要去Bob Jones 借着我们老大呢 神也把我们 带了过去 虽然说不是说 真的心甘情愿 但是呢 你会发现呢 一旦你过去了 你就看到神的信实 我们的信心就会不一样 我先想起来 我们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姊妹 很早以前 然后他在没有信主的时候 在我们家 在我们家有这个 bible study 就是说 然后呢 当时就再给他传福音 然后他就说呢 他说了一句话呢 就是原话 我记不清 在意思是这样 他说 这个信主呢 就跟跳悬崖似的 因为不知道前面 是什么样的 对吧 我们只是听说 对吧 听你们在讲 他说对我的感觉 这个信主 就跟跳悬崖似的 但是看你们这些 都跳了以后 好像也挺好 我也就跳了 当他跳下去以后 他就真正能体验到 主的美好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 靠着我们家老大 把我们带过去以后 那我们就看到 神的信实 所以在我们家老二上 选择选择大学的时候呢 2020年呢 那我们唯一想让他去的 就是基督教大学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再有任何的挣扎 那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基督教大学 因为我们也看到 基督教大学出来的学生呢 也不一定就是信仰非常好的 而一般的公立大学里面 也有信仰好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确实如此 你去了基督教大学 也不能保证 学生的信仰 而公立大学里边 有信仰非常好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是我自己 就从我们个人的角度 从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 我们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说信仰的好与坏 或者说成熟与不成熟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 所有事情的结果 是在神的手中 就是人能信主 我们知道 信主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是神的工作 我们并不能让人信主 但是呢 神对我们有托付 神对我们的托付就是说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洗 不要去考虑最终的结果 因为考虑了也没用 对吧 我们控制不了最终的结果 但是所以说 那神对我们的托付的话 就是说 那就是要 按照神的心意去洗 就是说 在homeschool这件事情上呢 如果说 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呢 就是说 那就是要培养今天的下一代 这是神的心意 就如果 这也是我们的心意的话呢 那就是当我们选择 大学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公立大学的时候 那我们看中的是什么 是那里的属灵环境吗 那显然不是 我们家老二呢 他第一年 我刚才讲到 当他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想让他去一所 基督教大学 所以说呢 他第一年呢 是去了一所基督教大学 但是后来呢 他坚持要转去 他现在在一所公立大学里面 就是说 但是很显然 他从基督教大学 转到一所公立大学 显然不是因为那里有好的 更好的属灵环境 所以说呢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所看中的 我们最初的动机 这是神所看中的东西 是重中之重 而不是说 这个结果 神看的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做这个选择 我们是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我们看中的是什么 那或许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选择公立大学就是做错了吗 那显然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人的信心是跟人 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 对吧 信心有大小 是跟我们生命成长 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 然后有一次呢 我跟我们教会 另外一对夫妇呢 谈论选大学的事情 就是当时他们家的老二呢 正在正在选学校就是说 然后呢 我们就鼓励他们的考虑 基督教大学 但最后呢 他们就选择了一所公立大学 然后孩子走了以后呢 就是说那他们也空巢了 我们也空巢嘛 就是我们也空巢好几年了 就是说那我们就有机会 在一起聚的聚的机会比较多了 就是说 所以当他们孩子一走了以后呢 他们就他们就跟我们在聊天 他们就讲 他们说你们讲的呀 我们道理都明白 但是要迈出这一步呢 确实太难 所以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 那我就想到我们当时的挣扎 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所说的 所以说选择公立大学呢 不是对错的问题 只是希望呢 当我们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什么呢 就是说一点的话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能认识到 我们与神的关系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就是说 同时呢 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愿意追求 与神的关系呢 能够更近一步 在家教育非常难 就像我们所前面讲到的 具体操作上的 但是呢 按照神的心意 坚持下来更难 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 但当我们愿意与神同工的时候呢 神的恩典 是够我们的 并且我们所得到的超过 我们的所致所向 我刚才讲到 我们家老大呢 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已经开始工作 所以当时我们的顾虑 Bob John毕业的 可难得好工作 但是他现在已经工作了 我要为此感谢神 就是神呢 在亲自在为他 来安排前面的道路 但是我更要感谢神呢 是他与神的关系就是 对 我们说父母为自己操心呢 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 但我现在不需要 为他的信仰操心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祝福 因为有些东西你操心呢 你可能可以帮他去解决 但是他的信仰 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 这是一个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说 我的老大呢 他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 他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 所以这对我来说 对我们家庭来说 都是最大的祝福 我们在家教育的时候呢 我们说太太是老师 先生是校长 校长就是我了 可能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呢 可能都是这个模式 就是太太呢 做了90% 甚至更多的具体的工作 那有时校长对一些事情不满意呢 这个老师呢 还要去想办法再改进一些 就像我刚才提到 对我们老大 刚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太太 我说那你要把四年的计划都拿出来 那我只是一句话 那他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个事情 要做出来 就是说 当然了先生有他的事情要做 就是说我们工作养家户口 这是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没有太多时间来参与 在家教育中具体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也在这儿 或者是开玩笑 或者我们说我们有精神知识就好了 但是我现在想讲是 太太在家 在家教育中的这个角色呢 重要性呢 我也不需要多讲 我想说的是呢 先生呢 同样重要 先生重要 甚至重要性呢 要超过太太 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呢 他这样讲 这些经文我想我们也很熟悉 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几经文呢 我们都熟悉 在在家教育这件事情上呢 太太和先生呢 是分工的不同 但是呢 对这件施工的看法呢 和认识呢 需要有高度的一致 需要有高度的一致 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呢 来培养神托付给我们的下一代 这方面呢 不能有偏差 这是 这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一个具体的表现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 那在家教育就是难上加难 或许就不应该开始 那我刚才讲到 甚至我说先生的重要性 要超过太太 因为丈夫是头 这是圣经告诉我 所以在一些需要做决定的时候呢 你太太商量之后呢 那我们作为先生呢 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 和我们从神所领受的 做这个决定 那就像在我们家的话 就是老大 我刚才讲 我们老大选这个 Bob Jones的时候呢 那我作为先生和父亲呢 那我需要做这个决定 我需要做这个决定 所以说呢 父亲的角色 在家庭教育的角色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太太做了90% 甚至更多具体的工作呢 那我也鼓励先生们呢 如果你现在参与的不多呢 你可以考虑多参与一些 说不仅仅只是分担太太的负担了 因为我无论是作为先生 或者父亲的角色 我们参与的话呢 都会带来我们想到的益处 然后太太孩子呢 整个在家在家教育的过程呢 都会受益 都会受益 作为父母呢 当我们的孩子还处于 在家教育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在家教育带给我们的 更多的是压力 压力 每天都有做完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完成以后呢 我们看到神 通过我们的手 所带出来的结果 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 与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 那种喜悦和安慰 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那时候你就会讲 一切的付出都止了 同时呢 也希望我们不要忽视 和错过另外一点 就是说 神通过在家教育 来改变我们自己 他不是说在家教育 只是给孩子提供一个 一个好的环境 而是说 神也通过在家教育呢 来改变我们父母 改变我们大 十几年的时间呢 神帮助我 出去老五 把我们老的 属世的教育观呢 改变为为神 为神培养 敬见下一代 这样一个神所喜悦的教育观 就是在Homeschool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可能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就常常有走不下去的感觉 一旦我们能够继续下去的 我们知道 这不是靠我们自己 是神在引领我们 是神的恩典 十几年的时间呢 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十几年 但在我们的人生中呢 毕竟只是一部分 他是神在我们身上计划的一部分 神带领我们呢 进入在家教育呢 保守 和帮助我们 度过这段时间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 从神所领受的 来帮助他人 所以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 也是来服侍神 在家教育是难 但神在问我们 你肯不肯 为此付上代价 你肯不肯 为此付上代价 把培养今天的后裔 作为我们唯一的目标 我想这是我 这停下来这几年的时间呢 我有很深的感受 我们在其中的时候呢 我们是忙忙碌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他把我们带出 我现在也知道 我现在也觉得在家教育难 真的难 但是有事 让我们去做个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 愿意 来为你培养 今天的下一代 你把这个负担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也陪伴着我们 来走这条路 我们谢谢你 我们就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正把眼光 盯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看到 那美好的将来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救治耶稣基督神明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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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实在太感动了 真的谢谢庄长 愿意 我都听得都想哭了 哇 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是愿意把这样的心 能够来分享出来 特别从 从父亲 我真的看到 是 马拉基斯说 要从父亲的心转向孩子 孩子的心转向父亲 还有那个 圣经说如果我看到 我的孩子 行在真理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真的非常感谢 愿意分享你这么多人走过来的路程 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问题要问 或是说 刘磊 你有没有一些补充回应的 你让人知道 你是 你是这个 这个 做90%以上的那个老师 啊 哈 哈 丹尼尔也上来了 他说 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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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个脸吧 丹尼 啊 丹尼 when you show your face 对丹尼尔也 啊 丹尼 就是说 如果你99%的公司 都会找这个 就是那个公立学校 而不是找BGU 没把 没把丹尼尔给吓着 把我给吓着了 哈 所以那段真的是一个 非常 很踪扎的一个阶段 但是很感谢神 因为 其实丹尼尔去了BGU以后 那个对他 属灵上的影响 这个 他自己做过见证 他说让他从 就是 以前是跟着父母去教会 但是在BGU 那个信仰对他变成是他个人的 是他跟神是有个真实的关系 而且那个 就是属灵的环境 这些老师的这些 呃 就是非常的 就是对这个 真的是爱这些学生 对我们是很大的 很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 神的这些 不是这个物质上 我们看到的 然后 其实我也很 很期待他的分享 因为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还有他讲到说 这个父亲的角色 我都 他说父亲非常重要 好像他在家里没有用这个 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 就是说 父亲很重要 你们要听我的 不过呢 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 家里这个 final word 是爸爸说了算 这个我们孩子是知道的 但是他其实是 默默无闻 就做了很多 不是说很大 就是 就是再配合 我们两个一起做 比如说 接送孩子 他只要有可能 他就去接孩子 然后在辅导 他们功课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高中 他就隐望了很多 可能他讲的就会更多 这方面 其实这方面 因为我只是忙着我的那一部分 就没有太留意到 就是这个父亲的角色这样 感谢神 谢谢 谢谢 Daniel 你想问一下什么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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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这个人的哥哥 Daniel 可以 可以 那你就简单讲几句 你现在在做什么吧 我,我也不知道我能说多少啊,现在啊 这是,what are you doing,what type of job you're doing? 啊,就是像,啊,Engineering work,像,不是像爸爸做的,他是在,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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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那个,呃,像,用那个小机器的那个东西,我是那个,啊,overview,像,the whole,the whole idea, 我发生那个component,or the smaller level,so,那是,那是最简单,我可以说的,我能说太多啊 啊,也谢谢上来为爸爸support哈,他说要看看爸爸有讲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听 哈哈哈,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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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啊,我们今年的在家教育乐会呢,呃,大会呢,我也会有三个年轻人呢,Home School出来的来分享哈,哈,所以 Daniel也是其中的一位哈,啊,所以呢,接受,我们可以来更,更多听见他们的,的分享哈,呀,有没有,大家有一些,有一些回应,或者说,有要提问的有没有,就他们, 什么,你好,我少男,哎,你要请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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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我,就他听了,我就刚刚听到讲那个,基督教大学,和普通大学,其实我蛮有感受的,因为我上个星期去,你的母校,SBDS, 嗯,yeah,他那个,因为每男精心会神学院,他连着一个,boys college,就是基督教大学嘛,然后,我在那边待了一整天,因为参加活动,然后在大名号吃饭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学生用手机啊,嗯,嗯,然后都在说话啊,然后follow,就是这种follow学院很好,因为我,去世俗的学校,我觉得,其实都在低头用手机,我就知道啊,那个学校,其实很简单嘛,但是,就是,就像,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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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像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很多东西 我看那个GEM也不大什么的 但是他们有很好的关系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precious community 然后去那个祷告室看到有很多学生写 他在比如说struggle with porn 然后他说我帮你祷告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内心灵魂里的那种struggle 但是他有个community给帮你祷告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 说实在的 我承认其实我前面三个孩子的时候 我也没看到 我说我们Hom School到大学 到高中了 其实在选大学的时候 我们没有那么多想到是基督教大学 直到我老师的时候 我们才有这样的 所以非常谢谢今天创造这些分享 还没有其他要回应或分享 要提问的有没有 我不知道Daniel是不是要等到在家教育大会 乐会的时候 再具体分享他在BJU的一些各方面的这种感想 如果没有准备要分享 可能可以今天跟我们更多的分享 就刚才那个姐妹问的 就是在BJU的一些 这个属灵环境啊 或者这个基督教大学 对就是这个在信仰上 就是各方面吧 这个是BJU大学 对 pros and cons 自己经历过来 有哪些喜欢的 一些不喜欢的 yeah good side bad side yeah 你 你可能要买 但是Daniel if you want to just share a little bit what do you learn that sure I don't mind ok 对 我是觉得就是 最大的感知 在BJU的时候 是那个 就是很多基督图嘛 就是像我爸说的 就是说 那不用怕 祷告 读圣经 或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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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相信什么 我们都相信 主耶稣 下来了 为我们死了 在实际上 我们可以 救了 可以给那个 神一起住嘛 我们是神的孩子 真的是我这是最好的感觉 就是我们都 都不用怕 我们那个都是基督徒 都是一家人 都可以一起说话 可以 给 别的老师说话 那是第二个 我觉得 就是最大的东西 就是那个 我们那儿老师 他们也是基督徒 他们不是 光讲的这个故事 他们不是光教课 每次他们教课 或开始课的时候 他们花了时间 给时间 给主要的祷告 我有一个老师 每次我们 见面时候 在上课时候 那个 他会讲到 因为我们每个 每天 我们是 每天11点 我们是 教会 如果不是教会的话 是给我们一起的那个 一起的学生 一起都 meet together 然后就是 一起讲东西嘛 所以如果我们 在教会的时候 我这个老师 他 有点儿 discussion 他不是个 包括老师 他是个 engineering老师 所以那个 我也是还挺感谢的 他说 每次 讲我们 学的东西 给我们 谈一谈 就是 我们都 什么感觉 我觉得那是最大的 contribution 就是每个老师 你可以 你可以去找他们 如果你想找他们 你们上课东西 也可以 如果想找他们 帮你 祷告 帮你们 问点问题 他也有老师 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那是 第二个 不是光 那个学生 但是有这么多 老师 这么多 authorities 就是 都 都有时间 可以帮你 不是 说他们 有事 有东西要做 他们就是 如果他们在的话 他们有时间 可以看你 帮你有什么事 然后 就是 我觉得可能 不好 一点 怎么说 有点negative的话 就是像我爸说的 一个小学校 但是我觉得 这个好一些 因为如果你 随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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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你知道别人 可能不知道 可能你们 不知道他们名字 那么多 但是 我觉得 你们说 如果你看到谁的话 你可以认识他们 因为 因为 我是 不是光读 那个数学 engineering 我是 我是 读 那个 音乐 我 我 我 每次 我在 学生走 的话 我 碰到人 他们是 音乐的人 他们是 上 那个 engineering 都知道 可能我们 没说话 那么多 但是 我们 都可以 认识自己 就是说 如果 什么事的话 我们可以 自己找 这个人 就是 有什么事 能问他们 怎么做 就是 这个事实要 够小了 这个事实要 人 没有太多 没有太少 就是 就是 just right 你可以 看看 人 也 都 熟悉 熟悉 so that's another I'd say benefit although some might look at as a negative so 这是 negative的话 就是 上 怎么说 我 这个可能 再多想一想 但是 我觉得 就是 好 我觉得 就是 个好 benefit for now 对 that's good you don't need to couldn't think about negative 你知道 Daniel 他的音乐 主秀是什么 Organ 对 Organ 我是 教会 教会 我小乖是 弹琴的人 师母 给我妈 打电话 问问 要不要 我还是小乖 谁要 使用Organ 因为我们教会 新疆教会 会是 donate Organ so 竟然 发生什么事了 小乖不成事 所以我说 我可以试试吧 所以试试了 我很喜欢 我喜欢 谈 so 很好玩 so 我只是在 BJU学的 那时 我是很大的 因为 BJU 是有 真的Organ 不是假的 竟然是 吹气的 吹 air的 不是电的 so 那个 那个 那个也 很好感觉 哇 You got a big toy 哇 现在很少人会谈Organ yeah yeah 谢谢 谢谢 OK 还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yeah 我 可能 我可能要说英语 因为这个 中文不是这么好 我讲到我们的 社区 我认为 一个很棒的 是BJU 他们有一个 需要 因为我们在 BJU 有很多 社会 或 统统 统统 每个人 都要联系 都要联系 每个人 每个人 像在 Clemson Clemson 也有这种 group 但是 你也不需要 联系 你也可以 随便 联系 如果你有 感兴趣的话 但 BJU的话 你 需要 吃 因为 那是 中文 中文 um on friday mornings so i i would say those are relationships that you build and you don't really ever forget those relationships those are people that i'd say you probably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fellowshipping um serving god as well as i'm having fun with i remember a few times when bowli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at was really fun but those are i would say the people you probably uh those are your those are your peers that you probably spend most time with and that you probably remember for all your life i still remember my friends and i try to talk to them if possible but yeah so i that's one of the i guess one of the big things that i recommend that if that when you go to college try try to find friends but um find your friends that are worth the time you invest in so for me so yeah there's a lot of friends and they're all willing to and that was just the kind of relationship you want i wanted to build um just that we'd all um fellowship and um come together under uh single belief so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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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we're 6月8号 那个呃 是有人说听不懂您可不可以稍微翻译一下 哦 ok 哦刚刚Daniel讲的就是说特别他们学校每个人都要参加一个社团 啊那是要要求的呃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一这样其实通常你在社团里面你可以找到更交新的朋友 更有同样兴趣的啊 嗯这个是一个很他们学校是要求每一个学生一定要至少参加一个吧啊 啊所以我觉得这他就提到说这个对他很有帮助啊 啊因为不管其实我也这样不管需要多大多少 嗯你一定要有一个一个close group啊 大家才可以有好的交流 那从透过这些社团已经有同样的兴趣的啊 啊那就可以更多好的呃的连结 那我们今年呃在家教育 6月8号在家教育大会 最后一个时段就是我三个啊 Daniel是其中一个讲员 然后Jennifer的儿子还有我的女儿 他们会来分享 他们的在家教育 特别是也想借这个机会来介绍这个基督教大学啊 给大家知道所以啊到时候欢迎大家不要错过 也可以邀请你的孩子哈 他们会主要会用英文来讲啊 啊OK为为您心想 OK你有请说啊 啊我就想问Daniel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刚才爸爸提到那个呃可能跟公立学校比呃 时间条件各方面会有会有差距吧 那实际读下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对学术上有影响吗 呃我是觉得对我的话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影响啊 啊因为我是上属德思范 而国家是上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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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 对研究生 就是因为我在B在BJU 我就在那就是开始学嘛 就是开始学这个 numbers 就是开始学这个更呃啊 高点的学习的东西 就是然后我上市 我上了那个研究生的时候 mile中 있습니다 嗯在那个Clemson 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不好的 就是说光是我觉得 我觉得最大的特别 我是开始那个 我上年度上时候 就是一个人自己住 因为我们在 我在BGO的时候 我是也是个roommate一起住 我们可以一起在谈话 别的东西 我觉得最大的难处 就开始这一桌 还是这一桌饭和别的东西 我觉得上个更高的学 可能更多他们教的 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我觉得 我可以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自己对这个BGO 和这个 就是academy 当时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我确实看到 我确实看到他这个仪器 我确实真的很失望当时 但是呢 我对他们这个教育的 就是这个标准呢 我还是挺相信他们的 因为本身呢 他从这个 就是当然他这个 engineering这个group呢 这个department呢 就是他有一个 就是在college里边 他有一个 有一个标准 叫ABAT 我不知道可能 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过这个 它是一个 一个相当一个 certification式的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这个如果你这个program呢 过了这个certification呢 就是说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 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一个program 所以他毕业又是有这个东西的 另外呢 我觉得有一点呢 另外我想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 Daniel后来他本科毕业以后呢 因为他们 毕业就没有研究生 所以他就去了Clamson 读了研究生 就是说 他在那边读书的话呢 总体我的感觉来讲的话 就是说 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费劲 然后呢 他做TA呢 他做了 基本上两年TA嘛 然后也都 基本上挺顺利的 就是说 所以说呢 他就是说 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 那我觉得BJU的话 就是说 最起码这个学校了 我算是稍微了解一些了 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 就是academic的水平呢 就是说 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还是没有问题 那个牧师 我补充 你真的是我 其实当时 对这个academic方面 其实我们也是有concern的 也是有点提心吊胆的 但是后来他上了这个 Clemson这个研究生的时候 我发现 真的是BJU 他可能排名不靠前 但他们各方面 把他们真的是 预备的都很好 不是以为 他们排名不靠前 其实他们对那个品格 对他们的 speech的 对吧 就是那个 还有关系各方面 好像教的都挺好 上次我们 中央我们上次 见到那个BJU的 那个副校长嘛 他们就是 他们是一个 全人的一个教育 不单单是说 就教你这个功课 而且他们要有一些soft skill 其实这个 公立学校有点像 我们在国内 就教你一个课 但是实际上 很多soft skill 没有教 所以他就跟我们讲 他们的理念 让我还是 挺开阔我们的认识的 嗯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基督徒 甚至基督徒父母 我们要知道 因为我知道 其实很多华人 基督徒父母 都没有把 基督教大学 根本很少在选项里面的 啊 呀 真的是我们 所以也是我们希望 借着这一次的大会呢 能够来更多来鼓励 推广 能够让 让我们不是只有停到高中啊 能够all the way in啊 但也是要选择好的 这个学校 OK 非常谢谢你们 全家在这里 啊 好吧 我们为你们来 为我们今天你们分享 来做个结束祷告 好吗 啊 来 天我们实在是赞美 感谢你 我们为 啊 庄长的他们一家来 感谢你 主啊 谢谢你 借着他们这么多年 这样的 啊 大家教育的经历 他们愿意能分享 其实是更多 是来 怎么样来 一个属灵的成长 一个跟神的经历 我们谢谢你 这不就是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吗 真的是愿意我们 从他们的分享里面 我们真的是来提升 我们的信心 真的是让我们看到 主你的恩典 不但够我们用 更是超乎我们所求 所想的 只要当我们愿意 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的时候 你为你所爱的 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象的 主啊 你是一个美善的神 我们愿意真的是 把我们全家 把我们特别做 我们的孩子的教育 我们的大学教育 小学到高度 都完全能够交托 仰爱在神面前 谢谢你透过他们 今天美好的见证 来给我们分享 继续求主带领 来祝福Daniel 他的工作 祝福这些年轻人 继续在主里面能成长 为他们未来的 这些工作 不是家庭 我们都求求你来带领 祝福 我们谢谢你 这样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Amen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Daniel 谢谢庄长老 刘磊 今天给我们这样 饱餐一顿 好 在我们分组之前 我会 我们简单一个 一些 一些事工的报告 特别 我们刚从土耳其回来 也可以跟大家 有一些分享 我们的刘刚 是我们的 这个副队长 帮我们 做的这个 很好的视频呢 我就来分享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OK 我们就 跟随使徒 叫脚中型 叫希腊 土耳其 那 我特别要介绍 这个牧师呢 大家可能 如果你没有听过 可以去Google一下 因为他跟土耳其 很有关系 叫Andrew Brunson 他是在土耳其的市民 做宣教士 二十几年 后来 被抓了 在监牢里面呢 快两年的时间了 然后他在监牢里面 写了这本书 Gaz Hostage 那也写了一首诗歌 等一下我们就会 那个影片的 背景 那个诗歌 就是他作词作曲 他唱的 非常的感动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次去的视频 总共有大概 有38位 有12个孩子 这次去的视频 是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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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带我 埋伏 in the fellowship of your suffering Lamb of God, you are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Adopted as a son, a brother to my King Indeed I will share in your glory If I share your suffering Jesus, you are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But my heart faints, drowned in sorrow, overwhelmed Make me like you, cross-bearer Persevering, faithful to the end To stand the trial and receive the crown of life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This is my declaration in the darkest hour Jesus, the faithful one who loves me Always good and true, you made me yours You are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of my all I want to be found worthy To stand before you on that day With no regrets from cowardice Things left undone To hear you say, well done, my faithful friend Now enter your reward Now enter your reward Jesus, my joy You are the prize I'm running for I want to be found worthy To stand before you on that day With no regrets from cowardice Things left undone To hear you say, well done, my faithful friend Now enter your reward Now enter your reward Jesus, my joy You are the prize I'm running for Jesus, my joy You are the prize I'm running for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What can I give to the Son of God Who gave Himself for me Here I am You are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You are worthy, worthy of my all What can I give to the Son of God Who gave Himself for me Here I am You will quê WI cursed 你皆危i Father 集结行动 集结行动 一起争战 一起争战 一同欢庆 一同欢庆 真的是非常非常amazing的trip 我们上礼拜二的祷告会时间已经有分享了 那下礼拜二呢我们还会继续分享 特别是呢 我们会有一些去的参加的孩子 做一些presentation 来分享他们所学的 所以欢迎大家在下礼拜二祷告会的时间来参加 那 那 接下来呢 我要开始飞了 不是只有跑了 要开始飞了 这下个礼拜的会在凤凰城 如果你在凤凰城 然后再来 再过去就会在底特律 感谢主都有这些机会 那这个就忘了 OK 感谢主Andre弟兄也开始这个弟兄会了 我们每个月有一次的聚集 在读这本书 如果你还没参加的 鼓励你能够扫描 扫码能够来参加 感谢主 哇我们实在是同工们一起努力才有这么多事情 我们的崔浩德之声已经出版了 谢谢安娜姐妹还有同工团队 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赶快去订阅 那也鼓励大家能够来投稿 像刚刚那个Hannah姐妹也欢迎你投稿 Voice of Trumpeter 我们现在是大概每个月 先是从每一季 所以下次是六月底我们会出刊 那感谢主 我们的教材终于飘洋过海 从台湾 我昨天拿到了 那接下来又是有很忙的事情了 那我已经可以开始买了 你知道这个脚身的书是 那个bookshop.ccs.org 这个 现在有优惠 所以赶快去购买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在各个地方呢 向牧者们来推广 这个课程 真是在南加在北加 所以 我都忙太多活动了 我都忙得不过来推广了 那这个感谢主 这些都跟当地的教务同工 会一起合办 他们都 很支持 真的感谢主 其实 神的工作越来越多越快 那这是在南加北加 我们在纽约 6月4号在纽约 我都会再特别来 发布这些消息 那今年呢 我们还是有两个家庭的退休会 所以一个是 在Wisconsin 一个在New Jersey 这个 下礼拜 下礼拜 这些报名的都会出来了 那 这是我现在有的这些聚会 为这些 祷告 如果你在附近的 到时候也可以欢迎来参加 忙的都还没有做到 这个6月8号 我们的在家大会 我们今年 特别叫顺思翔牧师 来做主题讲员 还有很多专题的讲员 把那天能够留下来 那之后呢 我们也会有4个礼拜的 这个特别对新手的培训 OK 这是每日零修 这是我们祷告会的时间 跟room ID 如果你第一次还没有参加 这是我们的一些群 你可以 欢迎你能够加入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sey 货图 柳 绝望 如果听到